六盘水的铁路集市啊 真是人间烟火气啊 去逛逛六盘水的这个铁路集市啊 这绝对是六盘水的隐藏景点啊 这起脚乖乖的 感觉又到了啊 这个早逝还不单只卖菜啊 还卖好多 过碗瓢盆的 还有早上起来里头的 真仔细啊 哦 看到这铁轨了 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轨早逝啊 但它没有完全围着这铁轨边啊 在沿着铁轨的边边上 这个就更像那种 村里的鸡 还不像是城市里的那种菜市场 啥呀 不是乡村吗 这就是那蕨菜吗 这怎么吃来的 谢谢啊 嫩嫩嫩嫩 就在铁轨边边上 特别有烟火气的一个小早逝 但是如果是你追特别追求卫生的人 可能会觉得有点乱 就是虽然有点乱 但是你看它乱是因为玉米都给你把皮剥了 来不及收拾的乱 我妈让我过来拍条洋葱 是不是会做菜的人会觉得有点震情啊 就把皮剥了 不过有一说一啊 这草莓还得去我们北方买 我感觉北京草莓都挺不错的 单弄的草莓也要吃 又大又甜版的 然后我在贵州买的草莓就很像在英国买的 都是那种没有一点改良的原始品种 最高能到多少度啊 最高到60度呢 那最低的呢 最低也40度啊 那么高啊 是甜的吗还是 打一瓶包骨酒吧 我晚上回去了 喝一喝 中午喝 啊对20的 哦不透明的 我还以为会是白色黄色的呢 闻着牛骨米味 这闻着是不是这喝这根木骨米酒 不不用打那么满 不用打那么满 这个是包骨沙味 哦包骨沙味 嗯包骨沙味 哦闻了 闻不出来玉米味 没事没事 有点多了 不用不用 不用一斤就行了 一斤就行了 一斤就行了 我给你转机 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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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了吗 不是我喝不了那么多 哈哈